那進入三十個 第31個一經的上下二經 我剛剛跟諸位介紹過了 下經開始呢 第一個卦 叫澤山弦 西伊安弦 什麼叫弦呢 諸位看澤的樣子是什麼 三 澤山 這個弦字呢 本身就是這個字 感 感覺 感應 所以為什麼從 下經開始的時候 我們走弦卦開始 第一個卦 因為 萬物啊 天地啊 上經講天地生萬物 生了萬物以後 就會有男女出現的 有了男女以後 就會有夫妻出現的 有了夫妻以後 就會有婦子出現的 有了婦子以後 就會有君臣啦 就會有上下之別 這是一個順序下來 進入 人倫的時候 第一句話就是感應 一經呢 那感應的外向是什麼 外面是摺 外面是摺 裡面是山 內子 外悅 這個摺呢 是 少女 山是不是少男 這個 世界上啊 男女相感應喔 外面很喜悅 內子 裡面沒有慾望的 就是小孩子 你看你的兒子 跟隔壁鄰居的女兒玩在一起 他都沒有 沒有邪戀的喔 你看他兩個玩在一起 都沒有邪戀的喔 這是感應之死嘛 你看 疫情很厲害 有什麼道理 你看小孩子一娶在 在幼稚園裡面 進去看 大人啊啊啊 完全一片 因為隔壁鄰居 穿得像黃蜂一樣 家裡面不管 男的背景是什麼 大人玩的都是一樣 這叫做粗感 就是鹹掛 外面很喜悅 內是紫的喔 裡面沒有慾望的喔 你現在出去玩就不一樣了 怎麼回事 你看那個男的坐在那邊 每天笑得一口 我跟翹翹 每天笑得眼睛瞇瞇的 那就是有問題的 我們把男的在一起都不笑 為什麼女的家 他就在那邊笑 你無視而笑 心生毒氣 那毒氣為什麼 剛剛那個 接到那個女的啊 馬上圖就讀出來了 是不是 好 讀出來了 那這就是歪願內子 真正的喜悅 真正的感應 在這個時候 好 在人間道上面 人間道上面呢 聖人啊 我們古代的聖人呢 知道 用賢之道 他知道啊 這個感應呢 是最自人間自爭自善自美的一種感應 所以他體會用賢呢 他用自成呢 自成以感 一萬的 人民 用自成來感一萬的人民 這個時候呢 才能天下太平 這個時候呢才能天下太平 感應的方法呢 你看 摺是 找摺 摺在山的上面 山上有摺的像 山上 這個有摺 對不對 山的上面是不是摺嘛 這個字上 摺有漫漫 有漫漫 漫漫 清潤的像 漸漸清潤的像 所以說我們要去趕人家 要用自成的心 慢慢去侵人 你不要急 不要每天在那邊講新聞說 百姓是第一 實際上我是第一 然後呢 我們的百姓呢 說 大家都是同意我 民心自上 然後這句話來壓所有的人 實際上都是他說的 你要自成的態度 來慢慢的感應 意外人的心才會成為異性 這都要應該趕快告訴你 那這個 如果是小人呢 女子來抱歉 我講這個女子就發麻 實際上最可怕的女人 這個不是我講的 異性講的 異性說的 因為這個小人和女子呢 他不能以自成 他沒有辦法以自成來感人 感人 他呢 我以物來感人 我是男的了 我來追你朋友 第一天見面就送你一個傳介 第二天見面帶你去 買很有名的名牌的衣服 第三天見面給你買一部車子 就用物來感人 小人 小人 這個女子不是說全部 部分 那 君子呢 我們不是 君子是以自成來感人 除非要接受 要接受自成 那男的來追你啊 你要看他澄清澄意到什麼程度 澄意的很簡單 你要視他澄意很簡單 學諸葛亮嘛 他一來 不理他 找不到人 再來找你第二次還是不要理他 第三次不理他你太過了 第一次理他不急 怎麼講呢 他一來找你 太好了我等你好久了 太不急嘛 那第二次來找你就理他 這個也還不是中庸之道 第三次來找你的時候 他如果第三次來追你的時候 你就給他看到 但是你不要出面 如果你喜歡他的話 如果你不喜歡他就不要出面了 如果你覺得他不錯的話 就在那邊等 然後你故意做的時候 看他們的耐心 就讓他們等個上 很有耐心的狀態 是自成 你看那男的來追你的時候呼天牆地啊 站在雪堆裡面 衣服也脫了 說我愛你愛你 這個假的 真的自成不是叫外型的嗎 呼天牆地啊 像那個 有人在上香的時候 在那邊躺著呼天牆地 那個像就不對啊 那個小人啊 他哭得越傷心 哭得越像人昏倒 你方向賠得越多嗎 哦 小人呢 哦 真的他們家裡很有實力的人 家裡面 他不會在乎你這個賠的人 完全以這個事情來組成 他不會哭成那樣子 因為他冷靜 想把他冷靜 克制感情 要處理這個事情最重要 懂不懂 那個人想到 哎呀這下子太好了 這個死真死掉了 我媳婦死掉太好了 我可以做這些 趕快大哭大鬧一場 對不對 哭給大家看我多難過 你看 好 你錢拿到手上 他就 你拿到少了 因為一直拿錢 他哭越哭越大聲 拿到拿得很夠 他覺得夠了 他就不哭了 他就不好 好 所以我們聖人很厲害 他所有的人間的事情 他每一件事情 他都持續地去觀察 像我們 你們如果沒有練 折三弦這個掛 你們從來就沒有想到 這個人間的感應最好的 是在小孩子身上 好 所以我很想看小孩子 玩就是這樣 占卜 空中有一拳有沒有 你看那個雲 那個畫在哪裡 你看那個 那個拳頭好像那個指頭 長得發育不良 他畫得不好 這個雲彩上面 一堆這個拳頭 代表說 憑空而得 好 憑空而得的東西 好 有貴人提拔 好 如果當年我跟妳講蘋果和德 妳說妳還像在講天王夜談 現在不會 我們校長就可以幹部長 不只去一個 跑兩個去 所以現在校長很值錢 錢保一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錢保一堆在那邊 有三串開在一起 沒有 這叫做求財得財 如果你來補卦說 你先生我這筆生意會不會賺到錢 一堵到折餐錢 大賺 好 大賺 求財得財 第三個 一個貴人跑到山頂上幹嘛 在那邊 貴人在山頂上代表 第一個 代表孤立的狀態 一個人孤立下來 旁邊沒有助力 好 孤立了 還有呢 江走下坡 你已經到到山 已經到到山頂上了嘛 那再下來就是走下坡了 對不對 江退之下 江退 那第四個 女人上山 女子上山 如果是補夫妻 夫妻適合 補到適合山前 夫妻會複合的 極掛 夫妻是極 如果是因人補之 一個女人來問你官運 會不會升遷 我在銀行做的時候會不會升遷 女人補之的話 走馬上任 馬上就會走馬上任 再升一級 因為它往上山 往山上走嘛 盒子在旁邊 先成後破 好 為什麼要在先成後破刮的旁邊 就是進入賢卦的本卦 這個盒子啊 第五個 盒子呢 代表是先成後破 那我們在補卦之初的時候 像就出現了 說哎呀小姐 你這次走馬上任 會很成功 可是你恐怕會歷史重演 你剛好是路人康上去 蔡成都出事啊 對不對 你很倒肥 好 那你看到上山的好事 裡面有兇成 先成後破的像 那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啊 哲三賢嘛 要以至成啊 以至成 方極 你誤敢 你如果這個事情發生在你任內 一發生以後 你開始晚上到處送禮 就是你 你誤在改的嘛 至成你敢面對它 反而不見得會不會受損 反而給它覺得你很好 出面 有的人現在出事的是 晚上就開始到處送禮啊 立法會員家裡也去送啊 國大立法家裡也去送啊 反正能夠統他的 他都去送禮啊 他是以物在感人啊 不過很奇怪 現在這個都很有效 現在就是問題了 所以如果 如果百姓聽我講話 我們選舉啊 招子都會很亮 還有那些選錯的人還不知道 楊宅 楊宅呢 三女 居三子位 好 成格 如果是三女兒呢 更住在這裡 昏成於 美鳩之眼 好 就是 這個夫妻都沒有碰到面了 剛才就結婚了 就好去好啊 但這個一般來說 鹹挂出去的 婚 仙城 候破 所以在美鳩之言的時候 就要再來找我們和和八字 这个哲三闲挂呢 一样 对象呢 必为豪门 这豪门除了有些人家以外 还有官家也是 婚年一年 比如说他26岁红南行动 结果变27岁红南行动 好 婚年一年大部分就是单岁 单岁结婚的 我们的红南前起已经出现的时候 一定在双岁 24262830啊 那一般来说遇到这个婚年一年 大部分是单岁 2725岁27岁结婚的 如果以女孩子去住的话 财路啊 事业 在婚前的时候 财路事业都很好 但是 科家不新 读书不介意很好 但是工作啊 各方面 他做得非常地好 会有这种现象 折三闲挂的现象